老花一美的一打 回答一下丑宝的羊问题 丑宝说你们那是这么热吗 不是最近羊了 感觉是今年第三次了 出血汗 坐在棚里面一日暖浑身 出血汗 花友们也注意身体 现在丑宝说 这个蓝莓是不是僵尸了呀 还半年了也不涨 它现在天气冷 不光你的不涨 我们棚里面有大概六千多颗吧 都不涨 都不涨 主要温度还不到 到明天春天的时候 你把表面的土松一松 上点肥料给足光照 如果是农村的丑宝有条件了 花肺池里面那个水啊 对水稀释一下 该用啥的用啥 没条件的丑宝 你就直接买番肥水 下个丑宝说 明卖 卖绿农冻伤了还有旧吗 这个冻伤比较轻微 放到暖一点的地方 就问题不大了 慢慢就都好起来 好吧丑宝 下个丑宝说 玫瑰花生病了 长满了蜘蛛网 百丛林不管用 这个怎么办 更正几个事 首先这个不叫玫瑰 这个叫月季花 再一个呢 之所以发黄了 百丛林了 这了那了的 盆栽的月季啊 别说对于你为 就对于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今年养了有万本来科 养了万本来科之后呢 三天打一遍药 九天去一次虫 反正三天两虫是在打药 不是在打药 就是在打药的路上 这是真的 这个没办法 因为你盆栽嘛 我们还有大盆 我们还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也是扛不住天天打药 所以说你想要盆栽月季的臭宝呢 你要具备几个硬性条件 第一是光照 你光照足够好 足够充分的时候 它能解决70%的病虫害 明白吗 因为光照它对于 这个月季来说是很友好的 还能帮植物杀菌 你只要是 紫外线墙杀菌 它月季就不生什么毛病 因为在云南地区 绿花带里边也会有月季 尤其是三角没更多 对吧 在我们山东地区 月季就在绿花带里边 你盆栽它就这样 你没有充足的光照 没有良好的通风 这个就是噩梦 别说是你 老花一养的也费劲 下个臭宝说 这个长出心 就是好长时间都不长了 它现在就是营养不够了 你可以往水里面加点 叶朗五号的水培型的生根叶 或者你买其他的 水培的生根叶也不贵 买大牌子的 加上两滴就会好很多了 下个臭宝说 垂丝茉莉叶片有锈斑还发黄 这个就是缺营养 臭宝 营养不良 你说怎么办 它在开花 你能追肥就追肥 明白吧 你像什么花多多二号了 或者是混玩的那个贝马迪斯的水龙肥了 或者你们官花型的营养液了 都可以看得给整一些 明白了吗 该追肥的时候 别的没什么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 用的养花知识 另外现在呢 多注意身体 马上过年了 别耽误挣钱 别跟老花一一样 弄的感冒了 那是老花一 养花最在一 爱你摸摸打臭宝 来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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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